他来了他来了,他接到稿子就来了,大家好,我是小强。 29分6篮板6主攻,而郭爱伦则替补出战,打了35分钟,12中期,3分3中2,得到22分7篮板8主攻2强断。 在两人的带动下,辽宁南篮最终以122 Std比108战胜对手。 说实话,很久没有看到赵继伟和郭爱伦同时暴发了。 辽兰这赛季状态火热不假,但球队想要走得更远,甚至夺冠。 二大后卫缺一不可 而在他们的带动下 本场比赛球队 新晋两大风险 也发挥出色 其中张震灵砍下 14分10篮板2助攻的二双 而吴昌泽则得到 11分7篮板5助攻 消息二 吉林主帅遭质疑 CBA常规赛 吉林VS新疆 这场比赛中 吉林主教练王涵 指导第四节的操作 实在让人看不懂 当时球队 紧落后11分 完全有可能 将比分破镜 或者反超 但有意思的是 王涵教练在第四节 直接器用球队主力江雨昕 和多米尼克琼斯 而选择 用五大替补在场征战 这一幕 不仅整猛了球迷 也把解说 给糊涂了 最终吉林南篮 还是以90比97 输掉了比赛 而王涵教练 这样的骚操作 也让不少球迷 对他产生了质疑 认为他没有竞争心 比赛还没结束 就提前选择了放弃 赛后王涵教练 在谈到失利时 这样说道 面对莫泰和周琦 在篮板球上 我们真的尽力了 球队人员情况 就是这样 对内线的防守也好 包括篮球板上 有些场次 我们确实很吃亏 不是说 大家不尽力 现在人员情况 就是这个状况 消息三 麒麟再次砍下 25加七星江南篮的小将 麒麟这二场打敌真好 上场对阵 排名联盟第一的辽明 他17中13 三分十二中 时砍下了38分 四篮板五助攻 最终帮助球队 以118 比111 战胜辽明 这场对阵极灵 麒麟依旧发挥出色 全场上场 37分钟 15中九 其中三分七中 五得到25分 七篮板三助攻 同样帮助球队获胜 二场比赛 他合计砍下63分 11篮板八助攻 这样的表现 绝对可以用经验来形容 而他今年才21岁 未来还有无限可能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